年前北韓才有150架战机集体升空 没想到周五凌晨北韩又有一连串新动作 这次北韩只派了十多架战机 跨越了南韩划分的特别监视线 逼得韩军F-35A隐形战机紧急升空警戒 此外人民军还向缓冲区发射上百发炮弹威吓 凌晨近两点还加码发射一枚短程飞弹收尾 其实就在前一天北韩才发射两枚长程巡异飞弹 这是他们20天内第九次试射 也是北韩睽違9个月再度发射长程飞弹 而这次他们宣称可以搭载战术核武器 根据日本防卫省的侦测资料 这两枚飞弹可能攻击目标就是驻日美军的基地 而且北韩为了合理化一系列军事行动 把责任权推给南韩挑衅 这也逼得南韩政府作出回应 南韩政府宣布将针对研发核武和躲避制裁的 TVBS国际Plus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